哈囉 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神 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 德縣的空戰4.7 在剛才經過跟我朋友兩小時的空戰特訓 喔 兩小時多的空戰特訓 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我玩完血壓會超高 我現在吃一個頭熱的時候 是冰的狀態 所以打在PVC 邊打邊跟大家講 剛才我玩的空戰都遇到很垃圾的隊友 你知道嗎 就是 就好像這種狀況 就我槍堆在我的育苗線上面 然後打不到人 算了 放掉 拉一圈回去跟他打 喔 還有 就關於有些人的疑問 就是為什麼空戰我要一直按住跟蹤 就是因為PS4手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不像箭鼠是可以 桌子多大就可以拖多遠 不是 我們手柄呢 就是 你是蘑菇頭 像這個開飛機拉操縱桿一樣 就是你要去拉 你的蘑菇頭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可以拉多少 所以只能靠自動跟蹤幫你拉 懂嗎 所以說 我才必須一直按著這個跟著它走 就這樣我知道大缺就是機頭會變 就是你的視野會變小 我的燒 是我燒的嗎 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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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不好意思 我可能會控制一下情緒 我會控制一下情緒 不好意思 可能這集影片我有些地方 會失控的大吼大叫 請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 我知道 我知道大部分的觀眾都不喜歡看主播這樣崩潰 我有些也是喜歡看主播崩潰 我喜歡看主播崩潰的可以留言一下 我可以把每天的空戰都播出來給你們看 大家想看我崩潰的話 如果 不想那就算了 如果各位觀眾對空戰比較多的見解 是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講的 因為我也是挺需要一些新的空戰界 因為 因為我又沒打死他 反正空戰 這陣子我想多練一點空戰 因為我的路戰 我的路戰是還可以的 現在 玩到虎王 還可以 所以想要練一下空戰 因為讓空軍有 足夠對等的飛機 不然人家看起來會 會 有點頭重腳輕 的感覺 坦克太前面 然後飛機太後面 飛機大概4.0而已 所以P3 不過這一波 我們的分數就比較前面 之前跟朋友玩 我真是玩那個鬼 玩完整場 我一 都零 就10是15 然後其他都零 15是然後其他都零 OK 他只有自民攻擊 他應該會差不多了 沒事啦 浮了啦 弱助攻啊 漂亮啦 太棒了 Sorry 等一下 到底... 喔 又兩下過來了 掰掰 這個世界 沒事喔 還是可以掙扎一下 只是我的flap死掉而已 欸 是記憶嗎 記憶叫我變flaps嗎 反正我看國外的都這樣 沒有 哇 好啦 這就是我所有跟蹤的缺點 就是 你跟蹤的時候 你看不到你底下 你離地面 或是水面 或是山壁 有多遠的距離 就容易 扁到地板上 但是 大部分玩PS4 然後沒有接劍屬的 我估計 應該都是用跟蹤吧 還是我是例外 我不知道 因為我身邊玩手柄的 比較少 像其他觀眾 關注我戰雷 加我好有觀眾 大部分都是電腦 用PS4 或PS5 玩的比較少 這台P51 不是這台P51嗎 所以這個 這個我下去 我就不用像BF-1-0那樣不自信了 板機扣下去 扣到死了 他就死了 反正他沒死 還是說嘛 5公里 這台P51要跟我對喔 他跟我對他應該是輸吧 對吧 對吧 他輸啊 然後我現在 我也基本上等於輸啊 因為我多選獎斷了 很棒 哇一槍沒中 漂亮 我瞄太上面了 那個水反光 看不到那個 浴瞄點 這是最早期的P47吧 他的引擎型狀態一樣 是嗎?我不知道我亂講的 我的陣容就是上面這樣 我的目標是把那個 F-4 熱帶改裝型的 下 下 雞泡吊艙演出來 我的目標啦 是把他的雞泡吊艙 這邊 想搞事 是不是這邊不永久 看到你了 看高度優勢在打我對不對 非常懂 那邊不是有在B25 還拿死了 其實我是飛得上去 不然我平平看 他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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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四百多公里 應該夠啦 他下去他下去 隊友下去 隊友下去了 隊友沒了 那是隊友 那是隊友 不用怕那是隊友 對 好爛喔 哇賽 老子又火箭盪我就嘴他了 好爛喔 漂亮沒中 哇 哇不是吧 OK OK沒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機首空彈也碎碎碎碎碎 哇賽 第二名第二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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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欸我幾個助攻啊 兩個助攻兩個殺 欸不錯耶 其實這要打得不錯耶 對我都挺爛的 欸對對 這樣子至少可看 影片可看性高一點 對對對 以後 真的有機會可以出空戰 擊殺精華 然後精華 就從這些片段 爆氣 爆氣片段裡面剪 就是 給大家看不要爆氣的影片 喔送不進了 掰掰 喔 好吧 他已經掰掰了 那 109 太高了 重力不夠 上不去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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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上拉 他往上拉 他打不過就往上拉 不要 不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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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架不直架不直架不 完了 哇好帥 F4好帥 第幾次了 我被他打爆第幾次了 好帥 這F4好帥 靠高度優勢衝下來打我 我根本學不來 這招我知道 我知道 這招 應該是我不是學不來 是我 我不想用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太無趣了 沒有纏鬥的樂趣 我這樣真的能殺很多台 我的 漂亮 戰鬥機就行 我們拉上去抓那樣109 還要去打P63 P63好了 對 像這時候 那種109他們就會留在高空 來抓我們 但是呢 我就會選擇下去 抓P63 他就有機會衝下來打我 會在那邊等他 等他俯衝的時候 我拉去跟他做 來了 哇塞 這麼帥的嗎 他有優勢 因為他俯衝是加速 我死了 我這樣我會失速 等一下 這樣我沒有速度 下去下去 下去下去 這會玩 這個會玩 應該是沒飛機的 這個會玩 這F4 我下次就來學這種 OK 今天的空戰爆氣之語就到這裡 我希望各位喜歡這影片 喜歡就請按讚訂閱 小鈴鐺 開小鈴鐺 那下集影片或直播在裡面 大家 掰掰 剛好結束 我們看他結算多少 反正這部影片 真的 該跟大家說聲抱歉 就是說 空戰的話我真的是玩得很爛 然後 隊友也很雷 就是雷的地方 比陸戰多 所以說 情緒失控的地方 也可能會比較多 對對對 請各位體諒 不好意思 我路真的很爛 我是真的想讓自己變強 就是陸戰 空戰 什麼 鎮壓器 可以 買一買 我的R1有了 很好 然後D9也剩1100多點 可以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